完了不起 好极了 这下就知道了 这是真正的高人 话说得好 灭高人有罪啊 今天向安东学习一下啊 你看我们 谁还有潜力能完成这个 我 我看这样 郭老师怎么样 列位 你们早就该让我来 你知道吗 但是你们现在说晚了 我能来潜伴了 你说我完整的来 他一全套我来不了 我只能来潜伴了 你们能接受吗 好好好 我说潜伴了 就是光的上升 所以我今天就 不脱衣光榜了啊 想问一下 这管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这说这个有点太高雅了 哦 这棍儿 这高雅 这铁管 这个撑子 这套道具 这套道具是哪里到来的 不是 这个道具是在哪里制作的 这道具是我设计的 全是钢材的吗 都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 为什么我刚才会弯掉呢 还没说不弯的 我说不锈钢 是这么回事 我们想问一个专业的名词 我们从表演的角度来说 做这棍儿花多少钱 这个有几万块钱吧 演艺场多少钱 赚的棍儿钱呢 哎呀 好 您瞎问 钱并不是重要的 关键是挣多少钱 太多了 太多了 咱们就砸了吧 太多了 我们知道最早你曾经学过体操是吧 对 从小练体操 哇 要没有这个基础 看来是不行的了 这个我是从五岁开始练体操 练了八年多 然后就是沈阳建了一个就是新的项目 叫技巧 然后这时候呢就我父亲就把我带到这个队里 因为他是总教练 所以说我就改为练习技巧 老爷子本身是教练的 那你这算是比较方便一点 家传这属于是 你说 您平时练体操的时候那阵上学吗 上学 我听说上初三之后不能上 必须练体操 对对对 那是九年义务志之后啊 我八四年开始练呢 到八七年的时候 这国家体委就下了一个通知 说这个项目没有申请成功奥运会 所以说这个项目 每个省市愿意保留就保留 不保留就取消 很遗憾了 对 后来呢就是 我就把我十几年学的东西 改为这种表演的形式来展现出来